狂風不斷吹息 本來是要提供民眾避難的地方 屋頂卻也直接被掀開 整個小犬颱風的雨勢風 是越來越強之下 所以造成說在集會所這邊 剛剛有看到的這個 鐵皮的屋頂是被吹翻了 另外裝置藝術也被吹翻 台東大武的南新活動中心 讓氣味包含長者的民眾避難 但伺候風雨實在太大 只好再緊急撤離 他們的車輛原本是停在鋼棚底下 然後就是因為 發生鋼棚被吹落的時候 他們就把車子開出來 人就躲在車子裡面 不只活動中心的屋頂被吹先 有民眾家裡的冰箱 也直接離家出走 一直有那個人起來 一直風太大了 冰箱流出門外跑到街上 最後橫躺在地 裡面的物品東到西歪 還有民宅的鐵皮也慘不忍睹 鐵皮不只被吹到 甚至斷裂開來 幸好沒有砸到人車 只是有民眾撞箭 就馬上把家裡的鐵門 也用繩索趕緊綁好 地上路數也幾乎被攔腰折斷 連根拔起 有一顆甚至45度傾斜 卡在電線上搖搖欲墜 這盤會掉下來 民眾趕緊拍照回報 相關人員也已經出動處理 想要穿越馬路困難重重 還是提醒民眾盡量不要出門 TVBS新聞無愧 科研李卓 橫蘭亭 台東採訪報導